第一和排名第二的两队选手的争夺 现在比赛开始 我们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稍后呢我们再穿插有关的一些背景资料 阿克菲和顾俊今天穿的是黄色的短袖 显得很精神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高个子的就是罗锦铭 矮个子的是正在洗 中国呢是高一点的是葛飞 矮一点的是顾俊 葛飞和顾俊呢是一对非常好的搭档 他们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搭档 而且他们都是来自江苏队 葛飞呢和乒乓球的李菊啊都是来自江苏的南通 葛飞和正在洗的防守能力是非常强的 顾俊的特点呢是后场 他后场的杀伤力非常大 虽然各自没有葛飞高 但是他的力量呢却比葛飞足 而且这个队员很顽强一股韧劲 在场上虎虎生风 那葛飞呢应该说呢在前场啊 他这个封网的能力和组织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葛飞和顾俊的这种搭档啊是非常可以说是具有桑打天赋的搭档 所以他们一直能够在世界上保持 始终保持第一的位置 这个是很难得的 不过在这个全影影毛球公安赛之前呢 目前的是排名第一 好像是正在洗和 有几年 而葛飞和顾俊 还在第二位 这些人是在这场下逛的 卫买的高尾地在打扮 对于米凯鲁 但同时在这场上 在打扮的机会 又来自打扮 在第一次的船上 在这场上 他们的弹劲 在将其中的正方向 他用适的手段 他用适押的手段 是一切的手段 Siddi,是 V L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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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在這場比賽之前呢 罗景明和正在喜是排名超過了 葛菲和顧俊是排在第一 葛菲和顧俊呢是排在第二 排在第三的是丹麥的選手 柯克加德和奧爾森 排在第四的是中國選手 陳琳和蔣雪蓮 排在第五的是中國選手 秦宜元和高林 中国隊呢現在到奧運會的比賽啊 每個單項比賽呢 如果說你要進了世界前16的話呢 只有三隊 最多只有三隊 要進入每一個項目 進入奧運會只有三隊選手 那麼中國呢 現在在女子雙打裡面 我們知道像 葛菲顧俊 像陳琳蔣雪蓮 像秦宜元高林 像黃維黃南燕 有四隊選手 具備的資格 那麼最終呢 要有選擇三隊 前往西尼 參加這個奧運會的比賽 現在葛菲顧俊呢 是以三分優勢領先 批掉 大力殺中路 雙打選手必須要能攻善守 好的 這個線路打得非常突然 雙打比賽的這個線路啊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一言在前 一言在後的這種站立的時候 打兩側的控張 是非常有效的 這就是在後面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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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直線 對角 放網挑高球 顧俊的殺中路 再來第三 第四 防守得非常頑強 這球看來是到了界內 好的 大家看葛菲呢就在往前啊 動作非常輕盈非常快 有的時候搶出來這0.0 0 幾秒 0.01 那就了不得 這個球就往往呢 效果就非常好 稍晚一點的話 可能就失誤了 調起來 拉底線 殺中路 連續殺 現在五分優勢了 七秒 現在顧俊發球 正在起接發球 好的 大力殺 第二板 現在顧俊到了後面 這個站位是比較有力的站位 就打得真漂亮 這球 這球球估計呢 有十幾年搭檔的歷史 所以兩個隊員都非常默契 除了技戰術方面的默契 在生活中 兩個人的關係也非常融洽 平時的這種 這種多種的交流 使他們達到了一種 兩個人的配合達到這種 十分默契的程度 有時候一個眼神 一個動作 或者是稍微一看 都知道對方的狀態如何 這是韓國運動員正在起 正在起和羅錦民 兩個隊員呢 在這個全英公安賽之前 他們的這個排名跑到了世界第一 這個隊伍上面也是個巨大的鼓 有些觀眾朋友也問 說這個世界排名是 是怎麼回事 世界排名呢 就是根據他們比賽的情況 最後呢這個積分 有些重要的比賽 比如四星級的 星級越高的比賽呢 積分就越多 根據這個積分呢 最後看你的這個分數多的 列前 當然從世界排名呢 可以基本反映出運動員的狀況 但是也並非絕對 比如你的水平非常高 但是你又幾戰比賽不打的話 那麼你的排名可能就下來了 但並不表示你的水平低 沙中路 大家可以注意觀察這個線路啊 這個線路打得非常漂亮 特別有學問 讓你感覺到呢 這個什麼地方難受 這個球就過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說明運動員在長期的觀察和實踐中 他已經下意識地掌握了 打到對方難受的位置這樣的技巧 這是一種意識 連續殺 殺斜線 出界 在多排回合的較量中 顯然那葛飛河估計呢 默契程度要高一些 而且這個應急能力也強一些 有些球呢 好像似乎打得他們沒有準備 但是他們很快就能夠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 在這過程中的失誤呢 相對比對方要小 機會 這是中國的優勢 在民國的博明漢 給運動員們在加油鼓勁 現在第一局呢 是六分優勢領先 壓頭頂 大家看在這種多排回合過程中呢 那葛飛河估計的失誤率比較低 他就準確性主動性目的性都比較強 現在十比三 葛飛發球 看來幾接發球 大莉莎 放網 挑高球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贏一分是非常的不容易 斜線 再來 這球 這球出界了 但是運動員啊 有的時候 在訓練中呢 比賽中啊 都要養成一種好的習慣 就是強調一下 但是不能生氣 一旦這個球呢 教練 這個團隊就是盼在界內 那呢 你也知道無法改變這種情況 所以這時候呢 應該也能夠很平行盡氣的接受這種現實 當然該反應的也要反應 嗯 那還是在防守啊 開始反攻 防守反攻啊 和這個足球裡邊有相同的力 就是當對方呢 在進攻過程中呢 他往往在連續攻的時候 他已經把注意力全部 體現在進攻上了 所以你一旦反攻的時候呢 他是從攻的情況下 突然出一手 這個轉換是非常難的 你不常常看到這個 你 Gujun完全失敗了 Tried with a big swing to hit the shuttle hard just mistiming it 葛菲在接發球 發球方面也是很毒 他打球呢 是比較刁鑽 有的時候看起來力量不大 但是呢往往呢打得很巧 好的 大家看又是出於被動的情況下 又把球轉手為空了 結果呢 這就是一個點停的 你心手轉 在第一球裡面呢 幾乎轉換了一次 好的 這個反手頭頂上的這個 快速的下壓 這球來得很快 12比3 佐菲發球 上斜線 這球球的角度太大了 這球球的角度太大了 Govay hit a lovely winner with that particular shot earlier in the match but Gujun unable to copy it on that occasion 過分 格菲和顾俊呢是在半決賽裡面 他們是戰勝了中國的另外一隊選手 黃南燕和楊維 兩局的比分呢是13 15比3 應該說懸殊是比較大的 正在喜和罗锦铭呢 他们是在半决赛里面遇到了 中国的选手高龄和秦一元 结果呢 他们是15比10和15比7取得了胜利 也是有着明显的优势 这次的选手 这球是明显的出界了 现在是4B12 这就是多拍回合攻守转换 等于是测评双方的功能 攻的技术战术 手的技术战术 转换的能力 最后就以失误手 为这个能力强 这次是测评双方的功能 去贏了辣椅 5-12 第二次 Dwell to try and get that block back flat 在混双里边也是被列为第二号种子选手 所以她将打两项的选手 哇 我认识她在标准 有时我仍然很惊讶 但她却很轻巧 她却很轻巧 她要确定她把她的车子运回来 后把航空运回来 各位观众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她是在200年3月 在英国的博明汉进行的 200年全羽毛球公开赛的 与此双打的决赛 是由中国选手贝菲俊 她是从台名来看 现在刘锦铭正在行 从台名来看呢 现在刘锦铭正在行 而是葛飞育俊是世界台名的第二 她是真的选手 所以这场比赛是 当时她仍然在超级承转 她仍然在冠军的争夺战 她是全都在下 在6个月以后的奥运会的赛事上 也可能是这两个选手来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4点 局棺 5 it all looks so easy when they're playing it's game points 14 and 5 second 7 they still have the serve they st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lose out this opening game 大家看果菲和顾俊的跑位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规律 但是两个人呢 都是心明眼亮 非常默契 但是作为他们两个 他们在半球赛里边呢 是碰到了黄南燕和杨维 他们第一局呢是15比3 从这个意义上说 葛飞顾俊呢 在今天打得仍然比较轻松 那现在坐在总教练 李永波旁边呢 是副总教练 韩田鼎一 他们曾经呢 也是一对成功的双打组合 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了 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 全域羽毛球公开赛呢 是世界上羽毛球比赛里边最古老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项赛事 因为我们知道呢 羽毛球呢 是发映于英国 现在呢 从羽毛球情况来看 仍然处于欧亚对抗的一个局面 亚洲呢 主要是中国 印尼 马来西亚 韩国 而欧洲呢 像丹麦 实力非常强 比如像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 就是丹麦的一对情侣 马丁 还有这个 皮特盖 我认为你到一个场景 安tony 在这种双打组合 这种双打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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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所有双打组合 都能够赢得真正的意义 这种双打组合 确定 如果你看到韩国 在几组合 昨天 他们在几个点 在几个点 鱼毛球呢 在后面还有很多的重要的比赛 那么估计要在8月20号左右的时候 最后呢 鱼毛球 敲定 参加奥运球的人 先从整体上来看呢 这个鱼毛球 中国鱼毛球队呢 除了这个 男双 和混双 几乎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了 因为一个队呢 最多有三队 我们现在只有两队 还不够 所以这样两队都可以参加 男双呢 就是 目前呢 就是 张军张瑞 这个 于锦豪 和陈锭球 好像有六个选手 像 一刀影啊 龚智超啊 龚智娜啊 张宁啊 戴运啊 那么这样呢 只有了三名运动员 所以还要选择 南丹呢 就是像 孙俊啊 已经取得了资格 那么最后呢 还要看一看 南丹也是要选择 三个运动员来参加比赛 像罗以刚啊 鸡心鹏啊 夏先泽 啊 这个 陈宏 也要从中呢 要选择出 三位运动员 来参加奥运会的比赛 奥运会比赛里面呢 鱼毛球呢 是五块金牌 而平马球呢 就四块 鱼毛球的五块呢 就过一块 我刚刚拿了 三个金牌 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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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你 一但让她接上走在前排 对方就很难考虎 因为她下不速度不快 可悉 这个球就来了 自然 实在中队是三比二的领先 在第一局是15比5先胜 这场比赛的胜者就获得了 2000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子双打的冠军 在我印象里好像韩国的选手罗锦明和郑在喜是上一届的全英冠军 我们不看到的韩国人是他们在一队的一队的一队 我们不看到的缠军 他们不敢相信他们会认为他们会认为一队的一队 鞋子 确实今天的正在戏和罗锦明啊 表现的也非常不错 难怪他们目前的是 也就是在三月份之前啊 这场比赛之前呢 他们是世界排名的第一 但是从整体实力来看呢 看来葛飞 顾俊啊 比他们显得更加成熟 另外呢也更有特色 顾俊在后场上杀出一篇 大和飞在前场的主角和风望 所以这是一种黄金的最佳组合 但是正在喜和罗锦明 我们介绍在半决赛里面 他们战胜了我国运动员高雲和秦远 两局的比分是15比10和15比7 说明他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7-2 谢谢大家 I thought prior to this year's championships Anthony that if there was a chance that the Chinese wouldn't dominate so much it would be this year simply because they haven't played any competitions before coming here to the All England didn't play the tour in January and of course the Chinese ladies team didn't have to play the Uber Cup qualifying in New Delhi whereas the men did so you know we talk about being match sharp and match fitness there's certainly no sign of them lacking that just to highlight the form that they're producing the Korean pairing did play the tour in January they won the Chinese Taipei and the Korean Open this year and you can see how they're being beaten by the Chinese today yes the Koreans are quite clearly the number two pair in the world but they're not a match to the number one pair 谢谢 又挑到了后场 韩国运动员往往是拼劲非常足 大家看到了葛飞们只要跑到后面 是军在前面 就是军 现在就是葛飞在后面 固定的前面 现在就是葛飞在后面 固定的前面 对于观众 对于观众 全英羽毛球 锦标赛呢 是 最古老的也是 最反映这个 尤其单向里面 是最高的一项荣誉 再来 好的 大家看 防守也非常顽强 起来了 现在葛飞又跑到了后边 这是罗锦铭 韩国的运动员 高一点的是罗锦铭 还一点的是正在 这两个队员呢 配备时间好像更长 但是韩国队员呢 有双打的传统 她们呢 在近年来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策略 就是通过双打 希望奥运会上呢 能够取得 金牌 因为不管哪个项目 金牌 就要沉甸甸甸 看来 看来 这将来是 一个承诺的 承诺 贝贝 是在站上的 现在3比9 3比7 9 3 现在中国队友 独克的发球权 9比3 现在顾俊发球 刚才可飞呢 又是突然用上手 接了一个平胸的球 这也是反攻的一种方式 10比3 第一局是15比5 113 这又打出一个小高潮 连下了几分 顾军在杀 这时候很有力 葛飞在前面 好的 大家看 葛飞就这一招厉害 压到头顶 压到头顶 接杀 好的 这个的一招没有错 A rare error from Gujun almost falling into the shot there elected to go on the round the head bodyweight was moving forwards just looked a bit a little bit awkward 这个罗继民这球 抢得比较到家 位置抢得好 3 total commitment to the kill from Rakium Min diving in on the backhand side 罗继民发球 胡俊杰发球 好的 谢谢 现在发球的是正在洗礼 接发球的是顾军 而是葛飞 现在看来在这个综合的实力上 葛飞顾军是列高一筹 而主要表现在 他们为失误率的概率相对比较低 而对方的失误率平均就比较高 另外在技术的全面程度上来看 葛飞顾军也表现得比较从容 比如在 对方一旦有机会进行进攻的时候 他们往往能够坚守住 然后呢 再反手围攻 大力产 第三拍 第四拍 这葛飞接上了 现在人们呢 很多观众都非常关心啊 就是中国队奥运会羽毛球究竟能拿几块金牌 确实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难预测的一个问题 从目前来看呢 中国队呢 在女双上应该说 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讲啊 相对明显一点 当然到这个关键比赛的时候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在女子丹打上方面呢 我们的这个 有实力的选手也不过 像这个 龚之超啊 像这个 只能参加三个人 目前呢 像龚之超 龚瑞娜 像张宁 戴韵 这都是 有资格 已经具备了参赛的资格 最终呢 要选三个人去参加比赛 对 只能参加比赛 来 走 参加比赛 十一场 有资格 非常有资格 所以 参加比赛 国会说 布敬 通过了 蓝强的努力 最终以2-0 战上了韩国的 在这个比赛之前 屏幕第一的 正在行 又重新夺回了自己的这个荣誉 因为他们获得了全域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之后呢 名次肯定的也就又排到前面来了 全域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是在